現在對於柯文哲來說 真的是也太慘 最近兩億說之前 他每天都被記者追著跑 你已經引了這個火出來 你現在還要幫忙你的副手來滅火 好 那重點是你現在兩億說 這個東西還沒有做一個解決 對不對 到今天都還在被問 余靖商人紀將軍 甚至一人之還說 這叫紀太來將軍 他說不需要我再講了 你去問幕僚問什麼一大堆 林陶 最後這個答案 請問選民能接受嗎 一開始咬說國民黨 之後又扯了一大堆出來 扯謊的文哲就是這樣嗎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這個兩億美金 是離奇中的離奇 誇張中的誇張 他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身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難道他不用交代來源嗎 在選前談金額 談這種賺錢湯 那個是超級重磅的事情 然後你支支烏烏講說 這個有余姓商人 然後有紀將軍 然後有魏先生 這些都是國際的前客 然後誰講兩億美金 阿拉斯加的參議員的助理跟我講 如果你身為一個 中華民國的總統候選人 連兩億美金這種 聽起來很像詐騙的事情 你都沒辦法分辨 我們怎麼交付國家給你 所以我才公開呼籲 台灣民眾有發現 快點 顧好阿伯 因為現在詐騙訊息很多 他簡訊念一念 他搞不好就覺得兩億美金就來了 然後他現在又保認 所以到底什麼是真 我必須要還原一下 紀太來 這個紀將軍不是我們國民黨的紀零年將軍 是紀太來 紀太來是2005年 陳水扁任內的警情中心的主任 就是他的貼身世衛 由陳水扁親自升為少將的這位 所以他是跟民進黨跟陳水扁關係才好 而且這位紀太來是愚姓商人的好麻吉 是這一個愚金堡的這個 所謂的在柯文哲口中的前課的好麻吉 這個關係才可以完全牽起來 對 他的關係是這樣子 然後現在可能愚姓商人也會出來否認說 我又沒有跟他講說兩億美金 說真的啦 兩億美金身家誰拿得出來 不可能嘛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這整件事情是超級鬧劇 從吳欣營到兩億美金 如果柯文哲再用這種方式來朝鮮戰 我覺得會徹底裂解 博旗哥 你是怎麼看 現在柯文哲也算是一個 自顧不暇的情況之下 坦白講 空戰他的確藉由這個 這幾天又拿到幾個聲量 但這樣會有用嗎 會傷到自己吧 其實我是奉勸柯文哲 就是趕快往前看 你說的錢是哪個錢 往前面看 是 收到 不是往兩億美金看 那個過去的事情就讓他過去了 藍白河之間的恩恩怨怨 不要再糾結這上面了 為什麼 你的支持者 都已經不在乎藍白河不合的問題了 都要往前看 希望你能提出什麼樣的願景 你再去扯這個什麼兩億美金 什麼喬事的 其實就我了解 它是這是兩件事 一個是美國的事情 一個是這個所謂前客要他退選 當副手的問題 這是兩件事情 但是現在所有人混在一起 你講不清楚 然後呢 而且你現在就變成好像說 這題我們不要再說了 人家已經去告發你了 人家已經有這種 所謂相關的這些恩恩怨怨 通通把它扯出來的時候 你踩煞車 我真的是看不懂 你自己放的火 然後自己跑掉 自己就先跑 這個讓我覺得 大部分的台灣的選民 會覺得很奇怪 到底這件事情 你講這個兩億美金也好 一億美金也好 到底用意為何 你是想要 包括你的幕僚指示說 跟國民黨有關 那目的為何 還是在糾結在 軍藥飯店之前的恩怨的話 這場選戰 你永遠沒有辦法向前進 所以奉勸柯文哲主席 就是你要選總統 拿出總統的格局 往前看才重要 柯文哲你的用意到底為何 簡單的講就是空戰問題 大家都說你陸戰不行 在家墩的參選人 果然 你可以看到藍營說 他們拿出自己的內參民調出來 就看看 民調幾乎追平了 而且規劃是12月 有15場的大型造勢 好 你今天說國民黨說得不準 來 現在綠營的高產也說 他們內參民調 侯友宜確實超車了柯文哲 但現在還沒有超車到我們綠營 但是你已經可以很明白 現在侯友宜確實超車 那給大家看第三章的事情說 那為什麼柯文哲積急急打空戰 為什麼要一直拋制什麼2億美元 或者是一些話題性 讓鯊魚過來追或什麼 很明顯嘛 我剛剛講了 國民黨12月有15場的大型造勢 四叉貓爆 柯文哲12月你只剩3場造勢 大家以為3場造勢很好啊 對不對 沒有 只有2場可能稍微比較規模大一點點 另外一場竟然是這個 某某競選辦公室成立之類的這種 算小型的啦 那你今天開直播 你今天到廟口開獎 真的會有用嗎 來 逸中哥你怎麼看 我覺得柯文哲的團隊 現在有點像是義和團的概念 其實我在選 之前我不是說 我賭柯文哲去當侯友宜的副審 然後柯文哲不是一度也同意了嗎 後來才反悔嘛 那他的反悔的底氣是什麼 原來他的支持者裡面有一群人 我私下有問過 他們真的相信柯文哲單獨選 會幹掉侯友宜 會贏過賴清德 我說你們憑什麼這樣決定 他們說因為民調高 因為柯文哲的民調就是比侯友宜高 所以他們認為說 這個民調將來會棄保掉侯友宜 然後超過賴清德 所以這個底氣讓他們的柯粉 甚至在那個肇事大會的時候 有沒有一群呢 柯文哲說他會以總統參選人身分 選到底 可是經過那個 軍越的四波臉風波以後 軍越大戲之後 各自歸位 就各自歸位 然後他現在沒辦法 講動員 因為本來動員國民黨跟民進黨 就是專長嘛 你民眾黨本來就沒有什麼 他們現在說他們還要繼續辦廟口開獎 你廟口開獎是幾個人可以去 了不起兩三百 三四百人而已 那這個東西 選小型的選舉可以 甚至選去年的台北市長 還勉勉強強可以 你要選全國型的總統 你那個貫賬金就不夠 逸東哥你一直說 他們是用台北市長選舉模式 把他搬到中文大學 台北市是都會區 範圍又很小 小小小而已 大家要動員坐捷運有沒有就夠 你全國那種地方 有些地方沒有捷運 你是要怎麼動 那一定就是要有遊覽車 然後一定要有那種 所以他的貫賬真的差太多 所以他們有點高估自己 高估自己就認為說自己空戰很強 所以柯文哲才會講出這種說 有人什麼拿兩億元 兩億美金要他退選 這個就是什麼你知道 這個我用一句話就是 就是玩活者必自焚 他本來想說用這樣的方式 意思是說國民黨打壓我 國民黨還想要拉攏我 給我錢然後去叫我退選 結果沒有想到現在你 大哥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84條規定 對於這個所謂的候選人 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 行求契約 然後或其他不正義 約期放棄競選 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突襲 最高可以併科兩千萬元法金 說這麼多就是台語叫三言湯 這就是三言湯 所以現在台語就有人去告發他了 你現在不是說你講講就算了 這個東西你要拿出證據 因為誰跟你講這個東西 那個講的那個人 一三言湯 他可以判十年有期突襲 別人沒有接受 因為他沒有退選 但是跟你講那個人 他要判十年 所以現在不是柯文哲 講一講就算了 現在檢調要去追那幾個人 到底是誰跟他講 因為他們說他沒有證據 到時候檢調約談的時候 他以證人的身分 他必須把資料傳出來 所以最後會因為他的這一句話 本來想要玩一個火 然後去製造說他的空戰 最後會害到當初跟他講的那幾個人 通通可以判十年有期突襲 所以搞到最後整個小風 所以對柯正英來講 他們現在已經 我覺得他們現在也有點自亂正角 就是說到底怎麼辦 玩空戰 玩過頭 就會害到別人 那玩陸戰他又玩不過別人 所以這才是目前柯文 看不見的事 來 林涛 好 現在對你們來講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藍綠對取 白 我們邊緣化他 現在看起來 包括我剛剛給大家看的 民進黨高層也說了 內參民調 的確你們還沒有超過LINE 但是你們的確 侯友宜超過了柯文哲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十點 現在改到晚間九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